樓價跌小未止 美聯樓價指數最新報162.05點 年跌12週,今年累計回落約5.6% 美聯物業預計,今年全年樓價跌幅了達8%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、港澳、報少明表示 樓價跌幅有擴大趨勢 美聯樓價指數最新報162.05點,按週下錯0.84% 跌幅為兩年半最大,今年樓價已回落約5.57% 以現時樓價走勢,指數將下市2019年初低位158.25點 由於疫情及經濟等利淡因素未減 如果月內未有利好消息刺激,相信樓價跌小未止 廖傳年錯約8% 報少明逐說,樓價跌幅擴大的四大原因 包括,疫情加劇、行指、債價及匯價回軟 市場預期美國聯儲局或再加息 以及發展商近期以低市價開盤 為二手樓價帶來壓力 展望後市,報少明認為或有兩大轉機 其一是中共二十大或有望落實更多刺激經濟政策 其次是10月公布的施政報告 報少明指,特區政府已經先後兩次放寬按揭保險承訴 希望新特首可以延續放寬樓市政策 請下個密研究員